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葵 今天去考验一下你的手艺吧 制作我漂亮的扇子 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很爱做扇子呢 哇哦我也想拥有一把漂亮的扇子 把扇子安装好吧 扇子首先最重要的结构就是扇子 把扇子按照对应的位置摆放好 右边的第一个是圆圆的小环 接下来是水晶的形状 看一下左边第一个上面是小蝴蝶 第二个是星星的 最后一个啦 这个是小星星 是一个你最喜欢的吧 快来选一下吧 这里面有好多漂亮的呀 我想要不同的颜色 第一个是蓝色 接下来是绿色 然后是紫色的 哇这还有小羽毛 我把它放在正中间吧 嗯右边三个宝宝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三日葵想要来一个对称呢 这样就是紫色绿色 还有蓝色 接下来选一下这个折扇头骨的搭配 看看要什么样式的 这里面有很多种哦 宝宝们快来跟我一起看一看 选择出合适的吧 我感觉还是蓝色的比较搭配一些 找一找蓝色的吧 这个快来购买一下 好啦 就是它啦 这个是扇子的吊坠 我做的非常棒 宝宝们快来选一个喜欢的 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是小海螺 特别有海边风 最后我决定是它啦 扇子的整体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给上面做一些装饰啦 摆上个贴纸 还有小星星 哇 感觉我的扇子变得更漂亮啦 哇哦 你真是太厉害啦 立体小公主 快看我为你制作的扇子 哇哦 没想到这样搭配出来的扇子这么美 看来你很喜欢呀 好啦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先到这啦 大家如果想要跟上一回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的频道 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